看看房车窗外的风景 本来今天计划要在九寨沟 但是我们今天到了爹西孩子之后 就决定住在这里 这里有山有湖 没有游人 太棒了 太美了 这就是爹西孩子 太漂亮了 旅行的奇妙 不在于它的目的地 而是在旅途中遇到不同的人 听不同的人讲故事 我们偶遇了一位 枪主阿婆和她的孙子 给我们讲述了 爹西孩子的来历 这么美的爹西孩子 它有一个不一样的来历 爹西孩子 原来是爹西城 是古代边防重镇 在1933年 爹西发生了7.5级大地震 在几分钟内 爹西城垂直下陷五六百米 周围的群山崩塌 闽江断流 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 燕塞湖 也就是爹西孩子 也成为了中国最美的地震遗迹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山上云增峡位 下面的蓝宝石一样的 燕塞湖 美极了 太美太美了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并不是爹西孩子的色域景区 而是在这个景区的东侧 是一个带开发的一个地方 所以没有游客 非常非常的好 又安静 又漂亮 这就是我们房车旅行的优势 我们可以注册在没有服务设施的这个地方 欣赏美豹人心的美景 我们现在进入了爹西古镇 这个古镇的建筑风格 就是枪竹建筑风格为主的 枪竹原来的建筑 都是泥和木头做的 颜色就是那种黄色的 这个纯土的颜色 其实挺蛮漂亮的 感谢独立的 如果平凡的银行 我们现在设计都可以 如果平凡流的 还有你说的 我们现在进入 建筑风格不在乎 然后这种当下 一央 石呢 couple J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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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